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我们永远不知道周深还有没有新歌 惊喜啊随处掉落周深又放凉了 他为电视剧对手演唱主题曲像鸟儿一样上线了 歌声温柔而且有力量 进化心灵太好听了 对手是由郭金飞谭卓等主演的一部大型现代谍战电视剧 将于2021年12月16号在央视八套爱奇艺播出 这部剧主要讲述了和平年代的谍战故事 一群智慧超群的国安干警 在看似平静的日常生活中 发现了间谍的蛛丝马迹 他们凭借高超的侦查技术 以及对国家人民的爱排除万难 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这部剧开播之前呢 经常会在《史诗凶手》下集预告中出现介绍 说实话对于这部迭战剧 本来没有很强的观看欲望 可当知道周深演唱主题曲时呢 心态立即变了 想一边看剧一边听歌 不会错过周深的任何声音 不知道和小编一样着迷的小伙伴们多忙 像鸟儿一样上线后呢 小编也是第一时间听着歌曲 认真感受周深带来的新歌 前奏响起旋律优美 前奏出彩 周深天籁般清澈的嗓音出现 像鸟儿一样记得家的方向 像鸟儿一样活得匆匆忙忙 他平静描述着故事 看似温柔背后确实危机四伏 整首歌曲温情与较量交替进行 他在歌声中刻画了 叠影重重的都市世界 离家的人们多想像鸟儿一样 回到自己的家 而他们也想像鸟儿一样 目视前方坚定的守护国家 这是一首特别温暖治愈的歌曲 通过周深的演绎 让人们脑海中出现了一些 紧张而有温暖的画面 他的歌声总能这样戳人心窝 代入感那么强 让人身临其境 他的嗓音温暖纯粹 他的低音浅唱 一字一句 唱出了国安英雄们的坚定信仰 由周深演唱的电视剧 对手主题曲 像鸟儿一样现已上线 让我们一起敞开冬日的窗 望着蜥蜴的远方 你可以永远相信周深的歌曲 最新的这首像鸟儿一样 真的太有叠战戏那种感觉了 暗波汹涌 期待这部对手新剧呀 说说你好 借给我一盒火柴 这两首新歌还没听熟呢 新歌像鸟儿一样 就又猝不及防的上线了 就是说当周深的粉丝又忙碌又快乐 OST可太香了 就希望深深多多接这样有质量的OST 和熟悉的词曲制作人合作 天使的嗓子就该用来造福人类的耳朵 咱就是说周深的歌是真的多 风格多变 这次为叠战戏献唱的主题曲 像鸟儿一样 依旧是十分的打动人性 歌词与旋律真的是和对手这部戏十分吻合 周深的声线非常有层次感 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听 却又是不同的感觉 唱出了走过万千悲凉 依旧充满希望的感觉 像鸟儿一样飞过月光海港 看过山色极光 听过雨露悲伤 周深用歌声将电视剧对手中 间谍李唐丁美希夹缝中 挣扎完美演绎 人海浮沉他们将何去何从 歌曲带着轻缓绵长的旋律 与带着渴望与期盼的歌词 周深温暖纯粹的嗓音缓缓入耳 像风吹开秋日的窗户 带着瑟瑟的凉风 也带着望向远方的蜥蜴 像鸟儿一样 飞过月光海港 看过山色极光 听过雨露悲伤 是识过境迁的微凉 也是背靠伙伴 向前飞翔的底气 多想像鸟儿一样目视前方 拥抱着命运的无常 满怀希望 凭着自己的臂宝 梦的力量 感觉自己唱的是个很孤独的鸟儿 那它遇上什么样的对手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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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engag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